大家好 去到3月又是向左橫的節目時間了 當然這輪無論是香港 中國內地 甚至世界都發生很多事 當然一集就講不上那麼多 所以節目開始之前 長毛一聲令下 不如這樣吧 我們今天講這個財政預算案 好 那個主題來的 我們當然可以旁及其他東西 財政預算案 現在越來越少人支持它 通常財政預算案就是 以前派黨的時候就高開低收的 就是初來說派 人們聽到現在都不錯 計清楚聽清楚 就開始慢慢跌的 現在它一跌就跌了一部分 現在再跌 就是說再聽清楚都不會升得上去的 這裡其實都可以講回 其實現在曾俊華整財政預算案 大家很明顯就是 其實就不是為香港人整一個 為香港人的福祉整個財政預算案 就是常言就是整個盤收 或者整個招牌 令到可能中國國際 如果你要看我的節目都知道 就是說 國際財政預算案 其實有一個政治含義 就是希望保持著香港做一個 財政中心 一個很緊縮的財政開支 繼續維持著那個所謂的競爭力 接著有利於可能中國如果將來在香港 有一些經濟大的計劃的話 都可以借在香港這麼有利的位置 可以繼續 無論在香港 或者各方面是利用香港的角色 其實第一個概念就是 香港的稅非常低 避稅非常容易 無論在外國又有直接稅 又有間接稅 就去維持著那個政府的財政開支 香港就是非常特別的 就是低稅 直接稅比較少 因為我們是所謂沒有稅天堂 如果不是都不會有這麼多 國內的同胞來買東西 掃貨 所以我們就不靠稅收來做政府的政費 當然以前就有賣地一尾 賣地的結果就是什麼呢 就是變成了每個人都交間接稅 因為雖然賣地的收入可以撥下去 做政府的開支 財政的來源 但是由於高地價的政策 就造成所謂三高 高地價 高樓價 高租金 所以除非你是太空浮遊體 就是不下地的 不下地就可以了 住在火星 否則你就買什麼都有了一層附加稅 那這層附加稅是看你的生活的方式是怎樣 譬如你經常去一些地方 和租金掛勾 你當然就會交了很多隱形稅 譬如你現在去快銀店吃飯 四十多元碟飯 其實可能中間有五元至十元 就是經營那間快銀店那個人 由於這個業主轉嫁給他 他是轉嫁給你 這個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每樣都貴的原因 現在政府因為要造成一個房屋的需求 賣地少了 當然他又不建公屋 所以土地的收入就少了 其實去年已經第一次 稅收是多過賣地的收入 現在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說得對 做一個金融中心第一 低稅 無稅 第二 政府的財政所謂非常健全 是不是 又要沒有債 所以其實現在一言而閉嘴 就是為了維持他們這個 繼續炒樓炒金融 就決定了沒有稅加的了 而沒有稅加就是說 我們那個貧富懸殊 是很難解決的 其實真的不是這麼說的 待一會兒 我不是解決你的貧富懸殊問題 而是我估計 因為他們認為呢 即是他估計呢 將來工作人口減少了的時候 他會覺得香港會出現一個結構性財赤 所以呢 他就定死了一些紀律 就是叫那個爛鬼什麼小組 就定了就是說 這個支出不能夠是GDP的90%以上 稅率不能夠20% 那他定了這些規條之後呢 他就發覺了如果真的這樣做的時候呢 他就要結構 就是很容易需要結構性財 因為我們的福利的開支一定要增加 因為我們有很多老人 還有我們人口膨脹一定要開支 所以他就認為呢 將來沒有錢的時候呢 就會影響一些什麼呢 影響一些叫做非經常性的開支 什麼叫非經常性的開支呢 就是那些大象 就是那些所謂infrastructure 就是那些叫做基本設計 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沒有了之後呢 他就覺得很嚴重的 所以他就說 因為我們的經常開支 就是說我們現在講的那些正常的支出 營運的成本啊 那些政府每年花的錢呢 是有赤字的時候 他就不想 因為這樣要加稅 也不想因為這樣影響了那些所謂非經常開支 就是繼續做那些石頭 做那些大象 令到我們繼續可以炒下去 或者配合大陸的經濟 那所以呢 他就做了一個叫做未來基金 那未來基金 那其實很簡單 那他一講了之後呢 基本上就做了幾個宣告了 第一個就是 有錢剩都不會派給你 第二我們不會做長年的改革 我們是為了維持他的未來 因為人口結構的轉變 又不加稅 或者不做其他事情去令到經濟增長的時候呢 那個出現的所謂那個結構性財赤 裏面 他們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繼續給錢去做一些大而無當的事情 或者可以這樣講就是 他們是專門為了大財團賺錢的事情 基本建設碼頭 高鐵 高鐵 連堂口岸 機場甚至是心血行動 機場 這個就是什麼 那些急急的 即是機場加起來 機場一個都一千多億 是不是 所以很簡單 他一則就說你們 不用此意再排堂 因為有堂 我都放進了未來基金那裡 其實那個未來基金就是把土地基金 做一個 做一個 那土地基金 為什麼會要出來呢 因為以前 曾經出現財赤的時候 都曾經拿過土地基金錢出來的 那是特法會規準的 那現在拿出來之後 要不需要特法會規準呢 那我想這個爭論很大 就是說你可不可以一次過拿出了這麼大的錢出來 然後繞過立法會去做事 繞過立法機構 很即時問一個問題 當然你說裁正預算案 大家都開始明白到 第一 蔡爺也都不需要考慮民情 政治需要 要派黨 第二 如果你看之前 大家都追回蔡爺本身 不單止經濟任務 甚至政治任務 其實就是盯著梁振英 不要等梁振英 因為為了局民萬亂洗錢 於是曾鎮華就在那裡 牽著梁振英 而你會見到這段時間 報紙裏面一些一般的糧食 就是說其實根本梁振英和曾鎮華 大家口又不和 心又不和 大家見到好像沒什麼 甚至曾鎮華被記者問他的時候 你和梁振英是不是同一個團隊 梁振英這樣回答 我幫你打工現在同一個團隊 但是大家知道 就算你在公司打工 你是不是你老闆的蟲 跌倒緊也未必是 所以當然另一件事 就是梁振英都沒辦法整走曾鎮華 除非曾鎮華差一些東西 你要真正說自己要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想財政預算案背後呈現出來 那種理財之外 基本上就是香港的財政預算純然 只是為整理人撲銷 為這個大財團 資本家 甚至國內資本服務 希望利用香港的經濟優勢 繼續維繫內地經濟發展 借香港作為一個答案 就是一個出口 隨便來說 如果大家都覺得 我們每年 譬如說韓國政黨 不是民建聯 或者外公黨 每年都做很多事 要迫政府爭取財政預算 我起碼姿態上面 實質上面是回應民眾的這些需要 但實際上 你會見到其實 現在政府慢慢的整個財政預算 基本上是越來越偏離這個做法 我想政黨無論熱了或未來 怎樣去面對這樣的情況 就是無論財政預算案 大家新聞都看過 政黨做事 但是原來你根本 你見到這個政府 踢不單是不動 還要是拉回圈頭 可以怎樣做呢 那當然是要抗爭 拉布又說不做了 如果說未來基金 去年已經搞了一個老人家 未來基金 就是先賠500億出來 然後實行這個全民體的保障 現在如果以增進華的說法 就沒有了 沒有這件事的了 沒有這件事的了 那些政黨我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就是你不跟政府翻台 那怎麼搞呢 其實單單只要 其實還無需要說拍不拍檔 只是個未來基金這樣 這樣的邏輯 這樣的撥款 已經可以淘汰它 因為你這個未來基金 當然它很狡猾 就是說現在還沒做 那如果你解釋得不清楚 我怎麼會給你過 那天你就不要提 是不是浪費時間的 你現在就不要提 你怎麼會提呢 是不是 你提我當然反對你 你整份東西通過的 不是 你不是說你口外未來基金 然後你做什麼都可以 是啊 所以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到底 現在就終於出現了一個問題了 那你泛民諸子就說不要排檔 我們很反對排檔 我收了一些錢給他 那他就說我收了錢給他 我有我的用法 這個當然是 就是和泛民那個所謂講法 就是說不要排檔 做一些即時的改革也好 就是制度性的改革 或者是長遠的制度性改革 其實有人提過出來 社會民諺 這個以前的社會民諺 或者是人民力量 現在都還有提這些提法 就是你賺錢給他做事 這些事情 現在已經不買你了 就是掌錢都不是做你那件事 不好意思 所以我覺得 其實大家有個人就是 是不是派堂也要恢復 就是派短期的堂 其實老實說 CY做的那個低收入保障 你說他的堂也行 說他不是堂也行 只不過那堂是 經常都可以吃的 所以你用派堂這個說法 去分析財政預算案 已經不合時宜了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今期大家要想就是 有沒有即時輸過的措施 我們要討論出來 有沒有長期的 我們認為制度性改革都要討論出來 因為曾俊華已經很明顯告訴大家 你以前講的完全是錯的 我最對 另外一個就是說 CY和曾俊華是不是有分歧呢 是有些分歧但不是很大 因為梁靖也是有限度的拿錢出來 去 救民亡 是的 他不是說 好像我們這樣有一些制度性的改革 所以其實他是兩個之間 就那些即時的輸櫃措施 或者一些 真是不能不做的 所謂扶貧措施 是總是有些分歧的 其實剛才 長毛講的一樣東西是拉布 當然其實 如果主要媒體報導就是說 無論是曾俞成 又或者甚至是一些政府官員都講過 就是說其實 你上次拉布都成功展布 然後可能譬如說長毛去司法覆客 但是又被否決 那你有沒有事 現在最大 現在有審了 這個終審庭審的了 就是審了 這個很有趣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 主席可以隨時展報的話 那很多朋友覺得 不過我對終審庭的判決 不是很樂觀的 就是各打八十大板而已 就是 他可能就是說 盡快發明一套展報機制 但是 就將這件事情 現行 就是那個判決 即使說 曾俞瑩不合憲 都延遲執行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他的宣告 就是Decoration 是遲些去做的 那就 好像上一次 我去私下覆核曾蔭權 那個所謂 涉聽條例那裏 都是這樣的 判了我贏 但是就給了一個年時間 給政府 現在他可能都是贏了之後 給了三年時間 政府 立法會這樣 我們都不下去了 是吧 所以其實 現在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你會看到 立法會已經是越來越矮化了 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會認為 泛民主派 或者是 一些自稱是為基層做事的政黨 真的要嚴肅去考慮這個問題 有什麼抗爭的手段 一旦就淘汰他 我覺得拉布 你不一定要做 你淘汰他 他就麻煩了 淘汰他再拿回來 不過他就不夠票 是 不夠票 對 不過你姿態上面 起碼說我投票否決 你曹正義信 我多一個 但是如果否決他就不行了 你要拉布 如果你不夠票 否決一定要拉布 所以 其實上一年我拉布之後 或者 和毓民他們拉布之後 其實大家要嚴肅考慮這個問題 你不能夠一年一年 狗扯下去 因為你告訴香港人 這份東西是不應該收貨的 只不過是罵幾天 這樣就過了就不行了 是不是 我想多一點點 因為你告訴他 香港人不收貨 香港當然很多人不收貨 或者不交稅 但是問題是說 你有沒有持續性行動 就是覺得 我不單止不收貨 我還要做一些事情 要你重新做一份功課 我想這個敵人都很重要 等於剛才那個人不交稅 可能他都可以跑到這個方法 就是我們要 不可以用以前的方法去瞭解這些事情 其實你會看到 其實這個港財應算案 現在講了一個核心問題 你要想到我們的政制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政制就是 北京其實是在那裡指手畫腳的 即是說他們去決定香港怎麼發展 是令到香港的有錢人 或者下來香港的大陸有錢人 以至於代表他們的政府 代理人 即是有四個四個的競爭 即是他們自己內部都 你想一下我們現在這個政制 由少數人去選特首 這個特首要不停的籌容各方 所以其實他們如果能在那裡拉扯鬥爭的時候 最大的機會就是犧牲我們的利益 因為你很簡單 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同樣這樣出發 即是我跟曾蔡華同樣出發 未來基金 他覺得未來 因為人口老化 因為他不想加稅 因為人口老化 令到這個做事的人 不做事的人 加稅是少 政府收穫不減少 由於勞動很少 是令到經濟增長不能夠膨脹持續 從這個角度去想 我們都未成為加稅 或者做其他事情 做定先 或者是我們要搞產業 或者我們是要加強 我們的人力資源的培訓 現在他說不是 一切都不用做 只是做一切 就是基礎建設 所以剛剛想起 你記不記得呢 各位朋友 你在財政預算案 或者這個 梁振英的資源報告出之前 就拍了廣告 各位市民 你電郵給我 你全真給我 我聽你的意見 但是 我想你除非你白癡 難道你真的相信政府會聽你的意見嗎 你難道整個電郵去政府會重視你的意見嗎 這是第一件事 我想第二件事其實 其實也有一個抗爭形式的 我覺得網民或者在網上的人都可以的 你就用實名投訴 你拯救五十萬人一起實名投訴 都很尷尬的 就是不是沒得搞的 而是我覺得在現在這個危機底下 包括我在內 就是抵抗的決心和意志被不足 就是說 問心講 用一個最簡單通俗的秘語 你找個餅 就是找個老婆餅也好 什麼蛋糕也好 要分給我們三個人吃 你一撕 都不見了一些的 因為為什麼那些碎會掉到地上 是不是 如果你是自稱是為香港的群府階層 或者為中間交易做事 那你又怕撕個餅的時候 這邊有餅碎 怎麼搞呢 是不是 你現在老實講抗爭的方法 你一抗爭的時候 就會有無窮無盡的群眾的智慧 問題就是你什麼時候去開始 第一聲出來講就是要抗爭 是不是 大把的 現在這個泛民主派 在佔中普選 這麼大的眼力底下 怎麼回應一個這麼差的財政預算案 會不會將它兩者結合起來呢 這個就是他們要考慮 那我想當然這段 你講到怎樣 是將不同的議題 做一個叫做 英文叫做framing 就是叫做建構 連構 就是譬如說 究竟這個新聞自由 跟政改有什麼關係 財政預算案 跟政改有什麼關係 那這些 這些就是 其實就是那個 如果你從非常傳統的 社運的角度 或者政治運動的角度 就是所謂的宣傳 就是將所有五花八門 五光十色 龍龍總總的問題 是 的現象 是解釋成為 就是將它作為一個題材 解釋給香港人聽 這個就是宣傳 現在佔中運動 或者普選聯益 最弱的就是這些 就是完全沒有宣傳 它不明白 你硬銷 就是說呢 你硬銷說 就是說那些三個比 就是普選好過不是普選呢 或者是宣告了佔中之後 沒有實際的進展 其實是一個 就是一個marginal utility 就是越講得多 或者停滯 其實 那個成效越小 所以呢 他們如果真的要開淺程的運動的話 他們要跳出來 不要 就像你講 我只講普選 其他我們不講的 沒有意思的 還有我想其實現在這個社會 無論你說之前 就是劉進濤被襲事件 製政預算案 又或者傳媒 就是商台 李慧玲事件等等 其實已經有很多的素材 可以建構成為了這些 這些這樣的 就是政府的醜聞 這些失政 和這個普選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想有件事情 都很失敗 就是現在政府似乎拿到一個主導權 就是說 一人一票選實手 那很多人都相信 就說一人一票選實手是罪者 但是永遠不相信 就是可能一人一票選垃圾 我給你一人一票選 不過是垃圾 所以 其實在一些政治運動 宣傳過程裏面 作為一個反對的力量 第一 有沒有一個能力 我覺得 他現在要確切 講清楚整個論述和立場 然後呢 是和香港人講 就是我們抗爭 在未來可見的抗爭 就是由現在去到 去到這個 那個 所謂政改方案 通過與不通過 然後 或者之後的路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第一 就是 退無可退了 應該公開宣佈 現在似乎走勢就不是這樣 還想退 當然 共產黨 在這個政協和人大兩會期間 都在做這個期望管理 很清楚就是 所有人都不行 這個叫做開天殺價了 就是說不用講價 你一講就沒有 就逼泛民去到一個場角 第一 就是真的抗爭 第二 就是說 一是反對 一是接賣 對 就是接賣 第三個就是 例牌賽就是原地踏步 現在泛民似乎不想原地踏步 因為很害怕 怕原地就被人罵 抗爭那裡又不清楚 所以變成現在的問題 就是泛民主派似乎 是在找一個台階 給自己入位 例如公民推薦 或者民主黨的所謂 用回舊制 就是 擴大這個 擴大這個選委會 接著就在選委裡面 拿到12.5% 就已經可以選了 就是保證有競爭性 就是這些 又回到以前的條路 以前那個選委委會 那它進了一步 就是在結尾那一段 就是說 給這個 就是因為你以前 選那班 和提名那班一樣 現在提名那班就是少數 選那班到底都是多數 問題就在於 你這樣談的時候 是不是保證到一定選到呢 這是第一 我覺得 泛民主派的主流派 和共產黨和有錢人 談的時候 不是談一個制度 其實是談人選的 就是說 你有誰人選先 有哪幾個跑龍套的人出來 大家可以先接受 那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我認為 泛民主派 是會以所謂大局為重呢 自己不出來競選 就找一個商家佬 又同意 共產黨同意 我就想起一個人叫陳哲思那一類 是的 那時候就變成大局為重 就是我們第一屆不選 是吧 這樣 我覺得有機會出現 其實也挺狡邪的 是啊 千驚人後經制度 是吧 當然共產黨有一個難題 就是你可以反口的 是不是 如果有了一個制度 比如說 用民主黨的制度 就是說 這個提名委員會 超過了10.25%就可以選 共產黨可能答應 他也不行 那個上限硬一點 就是多一點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非常吊詭 那現在 整體來說 佔中 為什麽呢 現在都很模糊 為什麼呢 如果你有了公民 推薦的因素 都說是普選的時候 那你還要什麽佔中 不用佔中 是不是 沒有意思 因為 所以其實現在 佔中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因為要遷就 這個真普選聯盟裏面的泛民黨派 或者他自己本身 以他為一個黨戰牌也好 分析不了 當然是 我不知道他們裏面的心想什麽 姑且我們給他一個credit 就是說其實他不想 不過被人牽制 如果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是在做一個永無底子的讓步 只要共產黨刪集的話 因為我們不敢 第一 不敢原地答步 第二 我們的抗爭 對我們的抗爭沒有信心 是不是 其實對群眾沒有信心 是啊 是的 所以我想 由長勝而言說 講到這個政改 講到泛民 佔中 策略 底線 投降 所以他現在不停地 鋪低自己的抗爭 他主動去問民眾 爭取普選了這麽多年 其實普選的目標 你想清楚了沒有 我就現在想清楚了 其實可以繼續退 不停地問人 問到一次 好 你們都答應了 這個也是 民主黨講過很多次 這次我不會去嘗試這樣 我一定是要 你 扔了引給我 我才去 所以其實他們 整個運作 這樣都可以反口 這個世界 其實如果你說 講公道 其實是全部泛民 都是 如果可以接受這些 就是出賣自己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一個 concession 就是 所謂公民提名 不可或決 就是三鬼制 其實我們都違背了 我們原則 為什麼呢 如果普及平等的時候 提名委員會 自己用權力 用他們的權力 去找到那個人 我們已經沒有挑戰他們 已經是你可以選 不過你不要妨礙我選 其實已經是一個concession 就是一個讓步來的 如果再讓下去就沒有了 是不是 再讓下去就沒有了 所以 如果他們真的講話講道理的話 那我要問就是說 我們要查回歷史上 有哪個泛民主黨派 有哪個佔中領袖 曾經是正式講過就是說 其實我們普選的目標可以調低 沒有 他完全沒有這個 沒有 當然沒有 在任何時期都沒有這個 perspective 第二就是說 如果沒有的時候 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 是要不停地退 因為群眾沒有叫你退 那你歸豬 就說我對群眾沒有信心 所以我再問清楚 那你不用搞了 所以其實 如果是 左改右改 遠離 就是離開了這個 主要的底線 就是公民提名的底線 再用佔中的時候 其實就是 就是粉飾太平 為什麼呢 就是說 你用一個 做得很漂亮的橡皮圖章 扔掉而已 就是說 要將我們這麼多人的抗爭 結果就是抗爭一次去拿一個 不是普選的方案 你說是否最大的吊詭 那這裡 其實我在節目結束之前 我想由財政預算案 甚至去到我們講到就是說 就算你說 給一個很妥協的方案過了 給你真是香港人可以選特首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現在香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 只要一路一路繼續 但是那個問題 他泛民主派解釋不清楚 如果他將來就沒有 就是說 其實他是已經 用了 就是用他們過去幾十年 二十多年爭取民主那個 政治資本 政治資本 和他的光環 是促成了假普選 那就是說 為共產黨解決了一個 他們解決不了的難題 是吧 所以其實 他們要準備兩手 第一個就是 如果 我們是不退的話 我們那個佔中的抗爭 和由於佔中的抗爭 引起的其他後果 譬如受鎮壓也好 怎樣也好 有準備 第二就是說 如果爭取不到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 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是怎麼做 是不是 如果萬一 是有人轉撻過了的時候 我們又怎麼做 到底是 後來 終於我們完成了任務了 大家去喝茶 因為我們繼續不承認 因為繼續不承認的時候 最少我們看未來的 可見的未來的抗爭 就是杯葛那個選舉 就是它應該是 跟香港人解釋了 整個自己的理念 策略 是不是 因為那個鬥爭沒有完 就算 原地踏步有原地踏步的鬥爭 如果我們失去了之後 被人買到兩幾票過了之後 難道我們不抗爭嗎 我們不能夠 因為搞了出來 我們被迫承認是沒有的 我們一定是延遭它 那你延遭它的時候 那你下一步要做什麼 是不是 這個一定要想 好了 我的節目時間到這裏 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 拜拜